但是场上的组织来说应该说是比较流畅 特别下半场他们轻易进攻 在万达队的门前形成了多次势在必得的机会 比如说16号毕死龙的突破 张路平面对空门 8号一招进射 球偏偏打在了回防的徐宏的头上 另外在第85分钟 毕死龙门前顺势 投球攻门 球擦着立柱出去了 应该说在下面场的比赛里面 青岛海球队有几次得分的机会 可惜都没有能够把握住 所以没有能够得分 最后是大林万达队 以一球获胜 并且得了宝贵的三分 目前也是机23分 列在第四位 仅在上海深花 广东宏远和北京国安队之后 北京国安队也是23分 因进球数多余 大林万达队所以排在第三位 大林万达队的主教练吃上冰 对结果感到满意 但是他觉得队员上不上表现的比较松散 不尽如人意 队员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 作为甲役的冠军 从甲壁上升上来的这个球队呢 同场较量 可以看出呢 在这个技战术和意识方面 有些地方还不如海牛队 青岛海牛队的主教练 徐永来呢 认为对手是很强的 我们在商品员和主力队员 不能上场的情况下 打出这样的水平 还是感觉到比较满意 但是他也总结 就是这个队得势不得分 要在今后的比赛当中 总结提高 我们再来看看 沿边现在汽车队和天津三星队 比赛的情况 这场比赛 沿边现在汽车队 守门员是程小宇 后卫线张姓华 李光浩 金光柱 李红军 前卫线金永珠 李时峰 高仲勋 黄东春 前卫线是金明国和方根线 天津三星队是守门员张凤武 后卫线梁宇 高玉勇 高飞 邵庚 石勇 在前卫线上是孙建军 韩金明和马云岑 前卫线是王骏和裴锦 这场比赛 沿边现在汽车队是作为主场 但是这场比赛呢 记者和一些行家们认为是 沿边现在汽车队联赛开赛以后打得不好的一场 由于这场比赛表现不好 那么被天津三星队以1比0获胜 天津三星队是凭借韩金明的一个入球战胜了对手 这样三星队呢可以说是柳暗花明了 在宝吉的路上呢 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而沿边现在汽车队却被逼入了绝境 天津三星队的主教练令新疆认为呢 这场球我们上了 但是非常不容易 这也是我们开赛以来啊 第一个课场的胜利 天津三星队穿的是白色运动服 沿边现在汽车队穿的是蓝色运动服 白色的运动短裤 投球功能还太正了 这场比赛可以说天津三星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队员回收非常快 也贯彻了教练的意图 对重点人物像高仲勋啊 方根线也要重点方范 这是韩金明打进的一个球 也是本赛季韩金明共进的第一个球啊 这是21分钟 10号韩金明接到队友的庙传 在禁区一外边大力射门 车打在后卫的身上挂圆脚 守门员防范不及了 大家知道沿边现在汽车队有两名裹脚压阵 这是上半场的比赛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 一球再获的天津三星队没有一位的防守 还是不时地向对方施加压力 又一角激射 守门员 程小宇表现不错 下面场沿边现在汽车队也有几次好机会 可惜都失之交臂 向这次进攻近在咫尺 最后天津三星的1比0 获胜 谢谢四川全星队和济南泰山队比赛的情况 济南泰山队是作为主场 这场比赛 行家们最后评论说 是济南泰山队呢 在主场表现的不尽如人意 以拼劲和刃劲著称的这个泰山队呢 在这场比赛里边 没有能打出自己的防守稳 反击凶的这个特长 四川全星队是重兵不防 而且四川全星队比较好的发挥了自己的速度 局部渗透 另外防守积极的特长 这场比赛最后双方是0比0 战成了平局 那么对四川全星队来说 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他们获得了宝贵的一分 四川全星队的主教练于东峰 认为今年比赛打的不理想 主要是训练 不太好 主要的责任在教练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队员们基本上按照教练的要求 就是稳手反击 多打脚下 如果说对对方的冲击 不能顶住的话 那么要求换上12号去打防守 济南泰山内的主教练 殷铁生认为 上半场发挥的不理想 特别是防守上不成形 控制不了对方的短传渗 下半场机会还是有 可惜没有能够破门得分 这场比赛最后双方是0比0 踢成了平局 从这一轮比赛情况来看 是开赛以来 13轮比赛当中进球最少的一次 一共才攻进了8个球 我们来看看积分榜 目前上海深花队是一花独放 29分 第二名广东宏远25分 第三名北京国安23分 第四大连万达23分 第五济南泰山19分 第六广州太阳神17分 很大了 超厉害我觉得 它身边球挺棒的 马剑非常好 实际上马剑早在去年 全国南来以及联赛时 就已经在国内赛场亮相 他在球场上的能力 人们有目共睹 当时那马剑希望能够重批 国家队的战袍 争战亚特兰大奥运会 虽然是几经周折 但是马剑的愿望 依旧未能实现 至于我没有打到篮球 瓜哥有我的位置 我没能回来的话 那肯定是一些人际上的 造成的因素 并不是说篮球的因素 所以非常遗憾 没有参加奥运会 不管对于我来讲 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那对于篮球来讲 虽然中国打得很好 可是我没有替他处理 我也感到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希望将来呢 通过这次的比赛 如何呢 有一方面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 主要的因素 因为NBA他每年 付给球员的薪水 一个球队的有个薪水的 界限已经是2300万 那我想我医院 可能为球队也挣不大 2300万 2300万 如果老板出的几话 他不会再往那 几十万几百万 所以打NBA 真的是要靠本事 马剑在国内赛场上 细心十足 显现出与众不同的风采 其实马剑与其他球员的差别 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我觉得我最大差别就是说 我的目的来这边就是要引起 我把我的所有的能力和我的能量 贡献在球场上来证明我的实力 那有些球员在场上就是说 大家还是老的一套那些 以前的拖拖散散啊 训练质量不高啊 尤其是从 从篮场上我体现的一个 反手不努力 然后攻手转换速度非常慢 所以说从境界形成到球员的意识 到整个一个基战术的都有一定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中国篮球虽然有进步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马剑终于又回到了扩别多年的甲级联赛赛场 虽然他继续为北京队效力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他将代表河北队参加第八届全国运动会 马剑在今年夏季将参加菲尼克斯太阳队的训练营 继续向实现进入NBA的梦想迈进